一个星期洗剩三天 考量体力和健康状况 她在一家小型工厂负责文员工作 每星期只上班三天 即便每天往返的路途蜿蜒 她不埋怨 从不以病痛为借口 努力在生活上独立 赚钱养活自己 下班后稍休息一会儿 就换上慈祭制服继续赶场 请不吝点赞口 卖果粮用生命走入他人的生命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 他赫然发现了内心的矛盾 知道和做到 两者之间原来还存在着很大的落差 我们师父要讲什么和你讲什么 你拿一个就好了 这样啊 拿一个 你打开来看 看师父跟你讲什么 他说在人群中恒顺众生 亦不是原则 就是智慧的表现 往往我每次去看照顾后 去做仿视的时候 每次每次回到家我会问自己 为什么我和照顾后的互动 和自己的发情就完全不一样 对自己的人有了解 对外人人比较不有了解 也是很不好的事情 人生舞台既遇其落各有不同 是好吃坏实在一面之间 在记录卖国粮生命故事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他对生命的热忱 扩达 精进 采访分成几次进行 其中一次在侃侃而谈付出的心灵体会之后 他忽然感触良多而落泪 采访也无法继续下去 后来他决定面对镜头 说出内心深处 鲜少向人说出的挣扎 他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 他从爱的付出中 找到了自我疗愈的能量 家庭曾濒临破裂 麦国粮心灵蒙上阴影 背负对父亲的恨 长达四十年 一直无法释怀 他坦诚 选择表演舞台 是热爱 也是逃避 他其实清楚 原谅才是解脱生命枷锁的钥匙 转念 不容易 但他找到了尽快放下的方法 我很想放下这个包袱 我不想回着他 走到我人死最后的一步 太辛苦太辛苦 我好累好累 我真的好累 多走进世界道场 就给自己一个知识的机会 多接受上了人的房 从那边也许 或许有一点我真的会改 对爸爸身边放下 所以既然现在是 我既然去参加很多的活动 现在走出去多看一点 艰苦知福 然后希望有天会真正放下 对爸爸的仇恨 有时看到他坐在那一脚 我觉得他老了很多 憔悴了很多 我对着说 我这时候应该放下 不应该练至做以前 那种恨 毕竟可能是 前世所欠下他的 因为师姐跟我说 如果金氏不还 我下次还欠他 还要还给他 我上次都讲过说 不要拿别人的布 出来惩罚自己 因为觉得毕竟他还是他 他还是过着平常日子 而我还是在那边 整闷去 在自作着 我三年又说过 如果环境不改的话 自己要改自己的形态 自己要去适应这个环境 相信不久将来我 我会完全放弃 我会完全放弃 现在是不好事 我想起我会不会哭 我想起这么病 到现在这么久 我心都很痛 在89年就认识了慈忌 到现在目前我认识的 但是我没有真正地走出来 因为师姐 关系 工作方面的关系 有没有真正地走出来 但是自从我感觉 看到国良师兄 他不停不停地改变 造成我 他身为这样的人 他都愿意 愿意地去 拿出时间 去投赢 慈忌 为什么我不能呢 他的聚集 他的努力 造成我 我应该站出来 不是吗 他的改变真的令我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地高兴 放下执着 清安自在 并不是口头上说说的言语 一切只是观念而已 关键在于有一颗 愿意改变心念的决心 当念头一转 才有办法 内化为十字的力量 麦国良深深体会到 实践才是体悟道理的方法 他将对病痛的埋怨 对父亲的怨恨 化为积极的助人力量 让爱传出去 人生舞台 剧本自己写 角色自己演 戏也是自己导 从五光十色的表演舞台 转换成真实人生的 惠命舞台 麦国良在浮沉的人生 找到希望的出路 迎向大爱 延续大爱 现在我看过去反而觉得 我会问自己 我有病吗 其实我说我并没有病 病是在我的心里面 我不但并没有 我连我的心也医好了 虽然以后 我可能也不在这个世上 人都会往生的 我希望我所带动的一切 以后 那些僧友 会跟着继续走下去 一代接一代的 永远都不会断 牛河大集团 Bien & Cat 及马来西亚世界宣明会 在槟城E&O酒店 举办的新资交响乐演唱会 不分宗教 种族 为六个慈善团体 仇慕麻痹50万令吉 其中佛教慈祭基金会 也是收会单位之一 站在台上为大家义务献唱的 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 著名歌手及艺人 卯足全力 真诚演唱 形成一股动人的力量 让台下的观众 心声感恩 点滴爱心的汇聚 能够成为 让社会向上向散的大力量 在学兰儿本地著名声乐家 李彦平的 平聚慈善与唱会 所获得的款项 系书捐给佛教慈祭基金会 位于槟城积极大的三家洗肾中心 在筹备期间 李彦平亲临槟城 到慈祭洗肾中心参访 深入体会洗肾病患 面对的苦难 当天李彦平演绎多首动听歌曲 台湾古宝及词曲创作家 庄罗老师也远道而来 参与此项盛会 适逢马来西亚国庆日及穆斯林庆祝开灾节 共116位来自各大专学府的学生 把握几天的公假时间 在吉党峰会晋诗堂 参与第18届此系大专千年体验营 为继三天两夜的营队 以感恩尊重爱为主题 期待这些大专学子们 在生活中实时感恩 尊重生命并与爱为出发 走入人群付出 为了落实环保概念 在营队中不再印刷彻子 而是采用电子书概念 把营队课程简介及内容 存入U盘 与学员们结缘 首次在槟城举办的国际中文图书博览会 是北马最大型的中文书展 为期十天的书展吸引了许多书迷 槟城近思书宣也把握机缘参展 志工们用心为民众介绍 推广技术人文书籍及产品 传递词迹人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